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曾志祥 在看盘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个数字 外资今天在卖超151亿 这是一个趋势 请各位一定要记得这一点 还记得我们先前在 之前的时候 我们在谈美元的升值收费 那时候就已经开始慢慢的 看出外资的动向 只是那时候指数还一度 接近到9100 很多人还搞不清楚 很多的专家也搞不清楚 但是汇率往往是领先市场 所以说你看 这是目前的美元指数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请各位一定要记得 先前我们在分机美元升值 收费国的时候 让各位去观察到美元指数的强生 美元指数的强生 那当时在接近到99 第一次来到99的时候 我说这一波的充斥 它不会一次过100 所以额后出现了一段 一段的压回 一段的压回之后 又开始往上做强生 那背后的原因 当然是一个所谓川普当选 所造成的 他本来就不喜欢一个 所谓低利环境的 这个美国的长期的低利的环境 所以美元指数最近这段时间的强力的升值 主要就是反映接下来 外资的资金对美国升级的速度跟脚步 还有次数的增加 所以这一点 一定要特别留心跟留意 所以我们在观察会市的时候 我们一直持续的不断提醒各位 那当然我们再回过头来 回到刚刚我们所说的 外资今天又大卖100多亿 然后今天的确新台币又呈现大幅度的贬值 光两天的时间从三 光三天的时间从31.5 现在来到31.9下2 这幅度是非常的快而且大 所以在现阶段来说 投资朋友 您在任何的操作 那当然我不是说 指数会一路往下走哦 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我在上个礼拜我已经说过了 接下来在周小型个股的时候 部分有机会做反弹 好你看呢 我们今天来回过头来看 整个教育值数的部分 今天盘中最低跌了78点 尾盘收盘跌17点 乘加上970亿 下方有低阶的防修买盘 当然这很有可能是来自于 所谓的八大关股 以及一些内资的动作 去抵抗外资的卖压 我想各位您去看 八大关股行库的部分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这段时间连续性的买超 几乎是天天都在买 只有这一天小卖一些之后 又买 八大关股又买 到了这一 又持续 哦这一天 如果我数字没看错的话 应该是买42亿吧 所以今天的防守低阶买盘 很有可能 当然是来自于内资的部分 因为外资的动向已经出来 是卖超150几亿嘛 好 但是呢 就技术面来说 短线上它的确 但连线的部分 收缴 带量 短线上有机会反弹 但是就格局上面来说 这个趋势已经是明确的 如果它的反弹力道 没有占回9150 你这个技线目前短线上已经开始下弯 然后越线在上面也呈现下弯 那在这一段时间反弹的过程当中 如果一直没有办法站上去 接下来就是越线跟技线的时光交叉 所以你要做多 没有问题 但是请你以短线很短的角度为主 那弹上去 务必要记得 如果站不回去 该跑的就一定要跑 那跟着我们一起做比线 好当然我们回过头来 在短线上的多方思考 你可以注意什么样的个股跟概念 我们在这一波 我们上个礼拜的时间 上个礼拜四 在川普胜选之后的隔一个交易日 我们马上给各位的一份研究报告 川普胜选后的投资方向 川普他的胜选从保护主义的角度出发 从长期低利的环境 他不满意的角度出发 我们都一一的验证了 这份报告当中所预测的各项事实 那包含呢 我们刚一开始给各位看到了 他不满意长期的低利环境 所以你看到这两天的整个资金 整个亚洲的这个会市 包含了像是日币 也呈现一个急速贬值 你来看 日元是急速的贬值 急贬 他的急贬造成日经指数大差 那当然我们回过头来 所以这个接下来 你一定要特别注意 我们报告当中所转述的 所分析出来的 什么样的产业是受害 什么样的产业是受灰 那今天我们来举几档个股为例子 其中一档个股 1605的华星 这两个股 正好是已经在两次资料当中 都已经送出这两个股 这两个股在 美元升值受惠股当中 送了一次 川普的 正这个川普当选后的投须方向 利多的产业 也选了他1605的华星 当时美元升值的受惠股的时候 他的股价大约是在这个位置 他标了一大段 但是 空间还有 请记得空间还有 为什么 今年 大家都在看说 这个川普这几天 这个川普当选之后 哇这几天好像 原物料股很强 但是我们要仔细去分辨 当然钢铁 铜 相关的这些原物料产业 包含了散装航运 也因为原物料的大涨 散装航运也跟着涨起来 但是呢 投资朋友 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 到后面真正会受惠了 只有少数几档 而不是全部都受惠 所以你这一定要分清楚 因为我先前说过了 你今天铁矿砂的大涨 铁矿砂因为在上个礼拜 涨了18个百分点 而铜 在上个礼拜涨了差不多16个百分点 而铁矿砂本身就是 炼钢的很重要的一个原物料来源之一 所以硬生下来就造成像是什么 中钢啊 音韵的大涨 但是你要仔细去分辨 因为它会分成 钢铁的部分 它分成上中下游 而且又分了 F型钢 冷嘎钢卷 热钢钢卷 还有这个轮钢 等等很多 还有包含了螺丝等等 所以您真正会受惠的 基本上是越上油压 这是以钢铁的角度来说 钢铁的族群角度来说 但是回过头来 铜的部分 它牵扯的范围就更广 因为铜也牵扯到了电磁骨 来 我们今天来谈 回过头来谈 1605的华星 这两个股市 我会很配合手中的持股群益 我先前美元升值 售位的股票 送给你的时候 你就知道 1605的华星 它本身 两个主要的业务 在它本业的部分 它还有很多的转投师 等一下会一起来说 在它本业的部分 包含两块 大约60几 是在所谓的铜的这一块 不然是铜板 裸铜线等等 那另外就是所谓 30% 差不多接近三成左右的 这个业营收来源 是来自于 特殊应用的钢材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两块都是 很受原物料的报价的影响 那其中有一个 很重要的特点 是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 它跟上游进货 最原始的进货的物料 原物料的部分 以铜来说 它是以一年一约为主 一年一约 那你如果有去看铜的报价 铜的这个 像是纽约的近月的高级铜等等 连续的铜期货等等 铜铜价今年以来 从头到尾没有涨过 是从上个礼拜 才正式川普当选之后 两天之内冲出去涨十几个百分点 那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说 配合到我刚刚所说的 华兴 本身跟上游 进货 以铜来说 它是采用的是一年一约 所以当这种铜价忽然的飙涨 它还是采用合约的报价 来进货 所以是第一价的进货成本 第一价的进货成本 配合铜价的飙涨 它接下来所报的一个礼拜 报出去一次的报价 自然而然会直接往上调 因为跟随国际的铜价走 所以它拥有着本业有 低价部署的优势 所以你会看到 这几天冲进去买的 都是大户大咖 包含的法人 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月线 这是1605的华兴的月线 你觉得 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 好 那当然 这是它的本业的部分 短线上的利基点 就是来自于同价的大战 那其中几个重点 它除了它本身也是一个集团 包含的像是什么 你看 在它业外的部分 当然几个重要的子公司 我们来看一下 2344的华邦店 当然股价不是我们看它的重点 我们看的是 它子公司 今年的获利 是不是能够贡献 还是让母公司亏损 这是2344的华邦店 基本上 这个稳定的获利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它不会拖累到华星 OK 华邦店 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都赚钱 没什么问题 5469的汉语博德 这个第三季贡献的数字 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 呈现一个 0.06第一季 0.36第二季 0.92第三季的EPH 再来 最拖累过去几年 最拖累的是 6116的财经 财经今年的第三季 EPS是0.73 已经把今年前面两季所亏的钱 0.5 0.22 0.28 亏0.5 上半年 第三季单季赚0.73 所以变成 整个到目前为止 前三季是赚0.23 过去最拖累的指控是 6116的财经 今年也是赚钱 你看了汉语博德赚钱 华邦店赚钱 还有这个财经也赚钱 当然还有其他细节的部分 所以整个几个重要的子公司来看 在他业外的 回归归属到一个 所谓母公司的收益当中 你在未来所看到的 他没有再拖累 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 来看1605的华星 在业外我们已经先确认了 没有太大的问题 OK 前三季目前来算起来 是税后在0.97 将近一块钱 请问各位 前三季EPS赚将近一块钱的公司 再加上最近开始同价暴涨 同价暴涨 采用一年一约的进货合约 会不会有一个低价库存 毛利上升成本下滑的 所谓的低价库存的利益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一直拼命是 这不是爆量 加量同时建高 而是直接抢进 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 请问各位 1605的华星 这是他的月线 这是他的月线 他处于什么样的 破断上面 那当然 这就是我们在资料当中 所给各位的 上个礼拜是 川普投资 当选后的 受惠股票之一 那这两股票 已经送出过两次 在上上一次的 美元升值受惠股 这一次的 川普胜选后的 投资方向 那当然 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最新的研究报告当中 如果你也认同 我们刚刚所阐述的一些分析 如果你也认同 我们介绍华星是对的 如果你也认同 你在很多的电子股 在反弹的同时 这几天反弹 你应该要把空投的 反弹的股票 赶快卖掉 换掉 换到这种多方式 而且大家想进本业 业外 皆美的公司 你认同的 那当然 还有其他 酝酿 其涨的 川普 当选后的 受惠股 如果您认为 有需要这份资料的 我们最新的研究报告 今天最后一天 川普当选之后的 投资方向 产业利弊分析 如果您认为 有需要的朋友 需要换股的朋友 对各位绝对有帮助 欢迎来电索取 谢谢各位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以往直 绩效不保证 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判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